线菜被人们称为长寿菜一定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资料图片Pixplay 长寿秘诀有很多 长寿菜也不少 今天我们来介绍其中的一种组被流传的 线菜 线菜有较好的药用价值 尤其是红线菜 明代理时针 本草钢木 记载线菜干 冷力 无毒 具有补气 出热 粒在小肠 致出力等功用 中国医学认为 线菜具有解毒清热 补血脂血 抗菌止血 消炎消重 痛力小便等功效 民间一项视线菜为补血家书 故又有长寿菜之美称 很多人知道线菜补血补帖 但是好处远远不止这些 资料图片Pixplay 补血家书不止补血纳腰简单 线菜的养生价值不止体现在补血上主要有着六大养生功效 一 营养丰富 从营养角度来说 线菜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且容易吸收 能够有效补充下记因流汗损失的多种营养素 二 补钙高手 线菜含钙量高是蔬菜中的补钙冠军 数据显示每100克线菜的钙含量高达180毫克左右 它还富含铭 钾 维生素K等多种有助带吸收的营养元素 三 补血佳肴 促进凝血 线菜内富含钙 铁和维生素K可以促进凝血和造血功能 还能维持正常的心肌活动方指肌内静软 对于中老年朋友和贫血患者是辅助养生的绝佳之选 四 护心脑血管 一些微量元素如甲电 各等也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甲盐可保护心血管 线菜含钙丰富 所以常吃对心脏有益 五 清热解毒 从中医角度讲 线菜胃肝 性凉 硅大肠 小肠筋 具有清热解毒 出失止力 通力二变的功效 夏天天热 吃一些良性食物 是有好处的 六 排毒通便 线菜富含各种膳食纤维 食用之后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它还可以帮助排除人体内的毒素 防止便秘 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 线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既然线菜有这一多的好处 那您知道如何食用线菜更美味更健康吗 线菜有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烹调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口感 资料图片 FLICKR 长寿菜 这样吃 蒜蓉线菜 准备材料 线菜400克大散二半适量食用油 盐少许鸡精 步骤 一将线菜根部较老的部分去掉后将线菜清洗干净备用 二将蒜排扁切碎或直接切成蒜片 三 锅里放入适量食用油 四 油热后加入蒜蓉爆炒 紧接着加入线菜用大火爆炒至线菜变色 五 加入盐和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后关火即可出锅 凉拌线菜 准备材料 线菜200克 独攒二半小葱两根适量芝麻 一大勺香油 红油 生抽 适量盐和少许鸡精 步骤 一锅内加入半锅水 烧开后加入线菜 灼掉片刻 二 线菜捞出后用凉开水过凉 三 将蒜排扁切碎 小葱切成葱花 四 将一大勺香油 红油 生抽 和适量盐 鸡精混合后 将蒜蓉和葱花也加入进去混合掉成味汁 五 线菜粒 干后 加入调味汁拌匀后 撒上几粒芝麻即可 皮蛋显菜汤 准备材料 线菜500克 松花皮蛋100克 大蒜1 步骤 一 线菜洗净放入热水灼一下捞几粒干水分 二 锅内放入少许使用油 将切好的蒜片和姜丝加入锅内爆炒制出香味 三 将切好的皮蛋放入锅内翻炒几下 四 锅内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加入灼好的线菜 盖上锅盖煮溜 五 咸菜煮软之后加入少许盐鸡精调味即可 烹调提示 一 常用烹调方法 包括炒 炒 拌 做汤 下面和制线 但是烹调时间不宜过长 二 在炒线菜时可能会出很多水 所以在炒制过程中可以不用加水 线菜分三种各有特色 线菜按颜色分为红线 绿线和彩线三种 红线叶片紫红色 口感软糯 适合用来做汤 绿线成叶绿色 口感较硬 可用于烹炒 彩线又较关阴米线 叶脉附近紫红色 叶片边缘布绿色 口感软糯 可用来做汤 从营养上来讲 红线菜所含的红色素和黄铜类化合物最多 并且其维生素1含量比绿线菜多3倍 这些营养素均具有一定的燌氧化作用 能抵抗筛老 这碗五毛钱就能吃到的长寿菜 常吃补血 抗筛老 护心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